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四位老师是谁吧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周群周老师 欢迎周老师 著名的心理专家 白燕仪 白老师 欢迎白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 欢迎沙娜老师 当然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土蕾图老师 欢迎土老师 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 他们是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 走出情感困惑的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来自同一个地方 本来以为会有很多相同的话题 会相处得很融洽 没想到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样的 我是一个极脾气 他却是一个慢性子 他还总是爱撒谎 然后对我解释又解释不清楚 总是一些乱七八拉理由来误弄我 现在好像有点相处不下去了 他太发脾气了 每次呢 都是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跟我闹别扭 然后呢 我跟他解释呢 他也不听 然后我解释完呢 他也不相信 我呢 希望好好地跟他相处 但走多远 这主要就得看他了 因为呢 每次呢 主要矛盾都是由他引起的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胡先生来自黑龙江 21岁学生 女嘉宾王女士来自黑龙江 20岁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同学吗 是 是 同班同学 不是 一个学校的 这个是 一个细波 这个也是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哦 你追的他 为啥追他呀 就是当时都在一个球队嘛 然后 都在一个球队 哦 你们俩啥队 足球队 足球队 你们需要男女混合组队啊 不是 他是男组 我是女奴嘛 然后呢 同个聚会认识的 然后在圣诞节前天 然后我跟他表白了 哦 哪年的圣诞节啊 什么前年 前年圣诞节 然后你就同意了 就同意了 对 就在一起了 啊 这姑娘 今天谁要来啊 今天 那当然是我要来了 为什么当然是你要来 我以为她要来的 这我俩在一起也一年多了 她这毛病实在是太多了 我简直受不了了 是要分手啊 那当然分手了 你说的啊 说说什么毛病 她平常特别喜欢打游戏 她说她平时学习特别累 然后想玩我游戏 我说行 那你玩吧 嗯 但是她耽误了好多事我跟你说 有一次就是我俩在一起之后 一段时间 戳和我俩的朋友在一起 然后我们四个人都非常开心 就约定好的一天晚上出去吃饭 然后出去K哥哥什么的 然后等到下午了 我就化妆收拾 到那个要出去的时间的时候 我给她打电话 我说喂 我说喂 那个你收拾好了吗 什么时候出来啊 她说你干嘛去啊 有事吗 我忘了呀 你说这么重要的事 她们给忘了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去没去 就是她嘛 当时 就是我们剩下三个都生气 最后就没去这事 为啥呀 小伙子 那当时我不是行的在 这不一起出去吗 行的好好捣着捣着 然后就 我已经收拾好了 我就收拾好之后才给你打了电话 我一开始以为她收拾呢 然后我朋友那边就是叫我 就是打游戏 朋友叫你打游戏 那我不得好好地在收拾收拾吗 你到底谁在收拾还在打游戏呀 我跟朋友那边主要是她说的 你是游戏没打完 还是要收拾 你说句实话 就是一开始 对 她有毛病 就是爱撒谎 总说她是在收拾 其实就打游戏的 我给你个梯子 你就往上爬呀 我给她打电话 她还不愿意 她说我当时她打游戏了 她跟我生气呢 她颜角桥子不去了 是她说不去的 对 然后那你说我们能不生气吗 然后这事就没成 后来呢 这也是后来我跟她就 就是冷战一星期吧大概 后来谁低的头 我低的头 她呀 我确实错了 后来认识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主动找了去了 然后就又好了 这都不算什么其实 说点算什么的吧 她就是打游戏这事吧 她真是放不下 就不是一次两次了 然后吧 还有一次你说重要 我生日重不重要吧 我生日她都能给忘了 我俩约那天正好是周六 然后我也打电话 第一遍 没接 哎呦 这干嘛呢 可能是忙着吧 然后我又给打 第二遍接了 一脸不耐烦呢 喂 干啥 你给我打电话啊 干啥呀 这态度对我啊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你当时想什么呢 我当时不是因为起晚了吗 我这不显得周末睡个懒觉吗 然后她老早就给我打电话了 她问那个 走吧 咱们出去嘛 说干嘛呀 那个我这没睡醒了呀 她困的不行 出不去 出不去 你不好好睡觉 你干啥的 那我不写论文了吗 写论文 真的是写论文了吗 她一人打电话 那我这肯定是不能信的 然后我就给她发视频了 发视频她接了 但我一看她这个角度啊 我这一看她就是对着电脑了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又打游戏了 昨天晚上 所以才起不来呀 那我对着电脑是对着电脑 那数多数不就那一个吗 我这不行呢 在电脑上 你对着电脑不打游戏 那你干嘛呢 查查资料吗 不得 我怎么听着不像谈恋爱呀 像妈管儿子呀 儿子啊 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妈我昨天没写完 说好今天妈带你出去玩 你怎么不去呀 是吧 而且特奇怪 每次都是妈管儿子去 儿子啊 走了 别打游戏了 妈妈带你跟其他的叔叔阿姨吃饭 哎呀 妈 我不能去呀 我这正打游戏呢 儿子啊 赶紧走吧 今天是你生日啊 后来呢 那天生日过了吗 生日后来过了 补的 但当天没过 那天为什么 那天生气也能过吗 那怎么过 没法过 后来谁妥协的 后来还是我妥协的 你老招他干嘛呀你 总惹我生气 孩子喜欢玩游戏 孩子喜欢睡懒觉 咱孩子还喜欢干什么坏事啊 您都说了吧 东西乱放 乱七八糟的 丢三大四 我俩不都是足球队的吗 他吧 就是他是队长 也不知道他怎么当性 然后跟别的学校约了一场球 等到他们队员都已经去了 然后他还没到 他还让我去看他比赛 我到那了 他怎么还没来呀 然后我打电话 我这又着急了 你怎么还没来呢 快开始了 你快点的呀 他说 找啥鞋 我找鞋的找不着了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没着急呢 我说那是我着急吗 你比赛快开始了 他又不愿意了 你又打电话我找不着了 又跟我吵起来了 当我找了 一遍遍打电话 我本身心就烦 我打电话不是让你快点吗 那主要是你老一遍遍打电话 能找二东西吗 那不是你乱放吗 你不乱放能找不到吗 这孩子还喜欢乱放东西啊 不是 那个我之前 跟一个队员说好了 然后我那个球鞋放他那儿 他说他借我一个球鞋嘛 因为他有一天忘带球鞋了 然后我把球鞋放他那儿 然后他那天 然后就没给我带 然后我又回寝室 先找了一份 就是原先的球鞋 然后不知道放那儿 行 您接着诉苦 还有什么苦 就是我染头发 说我染头也有错 那本身就是啊 再说我就喜欢你原本的样子 你老染头发 然后对身体也还不好 有什么不好啊 我这染头也有错了 不好看吗 我妈好听 那我就喜欢你原来的样子 我原来 原来其实我也想染的样子 那你不知道吗 你们俩确定谈了一年多的亮眼啊 对 一年多了 就这么过来了 现在比较谈了 要分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姑娘讲的 还是俩人谈的 就这段恋爱谈的特尬是吧 你知道他尬那意思吗 特尴尬你知道吧 就你们俩相处就一直是这样是吧 就他不停地说 然后你顶他两句 是这意思吗 反正他吵架就让他说 然后 就他说 然后你呢 我就听着嘛 就他不停地说你就听 最后你再给他道歉 就好了 对 那你喜欢这姑娘吗 挺喜欢的 你喜欢她什么呀 因为她平时 对我挺关心的 然后也挺照顾的 关心照顾 就每天叫你起床呗 有的时候 假如说我早上要起的晚了 他给我买早餐了 给你送早餐 还有怎么关心你啊 然后在学习上 学习上 假如说一整 我可能好脱懒了 有的时候 但是他也是硬拽着我去 那个图书馆去学习 拉着你去学习 监督你的学习 管理你的生活 是吧 对 哎呀 这个妈找的真是 累吗 跟她谈恋爱 累啊 不想分了 不是 不想处了 你确实要跟她分啊 对啊 一点优点都没有了 是吧 当初你看上的是什么呀 踢球踢得好 没别的了 挺顺着我的 现在不 现在她踢球踢得不好了 挺好的 不是也 现在不顺着你了 顺着我 那为啥不行了 当初不就喜欢这两点吗 现在她也没变呀 怎么就不行了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 让我很生气 真的生气 那行 行吧 我再问我尴尬了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周老师来 现在年轻人谈恋爱的方式 让你有点大开眼界吧 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 是吧 必须好好学一下 您俩其实挺互补的 挺好的 你说你这 一直絮叨叨的 她还挺愿意听的 我看 听得还挺享受的 而且挺难找到这样 就是你说 她也不着急 然后也愿意听 你平时说 她跟你翻脸吗 不翻脸 对呀 你换个罩穿 你试试看 是吧 我也不翻脸 我翻身就走 不翻脸 受不了这个 对 我觉得她 其实脾气跟你挺合适的 她能够在你面前 一直像一只温顺的小绵羊 我觉得到哪找 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但是她有些坏毛病 我觉得还是得说的 要改 对 你比如说打游戏 这个适可而止 你不能一直在那打游戏 真是儿子了 那都是小孩玩的 你一直沉溺其中 你现在多少也是个年轻人 大人了对吧 行 谢谢周老师 来 你听过这样一句话吗 叫 这一辈子跟谁结婚 其实都是一个样 有很多人把这句话误解 就是说婚姻就是凑合 其实不是 从我的专业角度上来看 是什么 就是当一个人 比如说他自己的定位 他就是一个很自尊 很高贵的那样的一个人 他甭管换什么样的男朋友 那个男人 他都是一个很发愤 图强向上积极的 如果一个女孩子 他就内心当中 永远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婴儿 他就特别容易 换一个男朋友 一个男朋友 当他爸爸管他 换一个 一个是爸爸行的 你呢 恰好就是另外一种 就是你 你刚才其实整场 你的状态 真的就特别 特别像一个妈妈 在数了儿子 我觉得赵川老师 刚才那个 那个说法是对的 就是 可能你一直要去照顾很多 比如说你的家庭当中 你的爸爸妈妈 你一定 一直要照顾很多的人 所以可能在你成长过程当中 照顾别人 来去把风险降到最低 这个可能就成为了 你生活的一个 情感的一个常态 所以你选谁 你都会选成一个 儿子类型的男朋友 所以刚才周群老师说 我觉得你们俩挺配的 我觉得这个也确实 就一个愿意是 妈妈型的女朋友 一个愿意 愿意是一个被管理 被照顾 被捞捞叨叨叨 还能耐受得了的 这种儿子型的男朋友 这不挺好吗 然后他不听话 就修理他呀 私下修理不了 就来我们爱情保卫站修理 再不行找我去咨询 我帮你修理他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去管理他 但是分手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在 自己不是真的确定 要这么做的时候 拿出来吓唬 做一定要有一个边界 或者要有一个底线 否则有的时候 覆水难收 因为作为孩子式的男朋友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敢豁得出去 他赌气 他一赌气他真走 到时候你就哭了 好吧 谢谢你们二位 谢谢白老师 来 珊娜老师 那边 妹妹 你确定20岁是吗 对 对 就我真的最真实的感受 我就真的听不下去了 20岁的女孩 不应该特别朝气 特别蓬勃 特别阳光 就每天想的都是那种 特别美好浪漫的事吗 就你怎么 有一种怨妇的感觉 而且你说话的那个 就是那个频率和语速 就让人心里特别炸毛 你知道那种感受吗 就是莫名有一种恐慌感 我相信他也有这样的感觉 你可能需要先考虑一下 自己身上的问题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的生活当中 除了他没别的事了吗 这个时候谈恋爱 可以你能我能 但是你能我能的前提是 不要丧失自我 如果你丧失自我的话 你这恋爱谈起来 最后就是 你自己会很累 很疲惫 然后真的就 20岁的年纪 就过成了30岁的日子 而且我跟你说 他你看他蔫 他逐一可正着呢 你其实真的搞不定他 越是一种不说话 闷不吭声的 他心里边自己的 那个主意非常的正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 所以你一直给他施压 一直就这么叙叙叨叨地 跟他说 他心里边想 那你说吧 反正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我心里边想的就是这样 我就是要打游戏 打游戏什么 放弃你的约会 不在乎你啊 不让你染头发是什么 不尊重你啊 这就是他 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 来对付他 不成功的 曲线就我吧 如果你真的还想在一起的话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善大老师 来 图老师 她的消耗你 你没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我的体贴 也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 我希望咱们 能一直走下去 我以后会改掉 我那些坏毛病的 我不再睡懒觉了 我每天也会按规律做洗 真的会改 然后我的 心里都是你 哎 时间到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请看 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烂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们要好好珍惜你 在爱你等着你 陪你疼惜有种安逸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怯意 把我抱紧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距离 来天难回忆 在爱里等着你 未来变得温暖的清晰 在爱里全是你 思念让心态无法呼吸 啊 请亮灯吧 这桃花满天飞的啊 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 也许是不经意 谢谢你们啊 好好珍惜吧 啊 谢谢两位请回 请回 请回 你们的千言万语 不如人家的依据 我还爱你 所以到这儿来的女生 有的时候真的就沉浸在 她们自己认为的爱情 可是我仔细一想 一个人每天要睡懒觉 面对游戏的诱惑 又不能拒绝 沉浸在各种东西之中 唯独对爱情是可有可无的 她干嘛要谈恋爱呢 所以成长 对于这对情侣来说 比爱情可能更重要 小伙子快长大吧 祝你们幸福 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上大学的时候 就在一起了 但是毕业之后 目前在两个城市生活 一地恋让我们产生了 特别多的矛盾 和没有想到的麻烦 我希望她能够来到我的城市 结束我们的异地 但是她却坚持让我等 我等的实在是太累了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吧 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然后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给她一份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就是我不能说每天都要陪在你身边 所以说但是她总是不理解我 总是只顾眼前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来自河北 26岁 戴业 女嘉宾李女士来自河北 24岁 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异地恋 对吧 异地有多远 我在北京 他在青黄岛 资料上面说现在代业是指什么 就是在准备公务员考试 还在准备考试 你现在在北京工作 是吧 异地有多久了 一年 谈了多久恋爱了 两年半 怎么认识的 怎么谈的 我俩是在大学时候认识的 大学的时候我俩就是加入了同一社团 然后我们社团活动比较多 然后我们慢慢开始熟悉了 然后一起出去聚餐 一起出去玩 然后到后来慢慢就是有了感情 我也在一起 这大学毕业之后 为什么没有分在一起啊 就是刻意的让两个人走在一起 在一个城市啊 选择异地呢 因为那时候我选择了考公务员 然后他就是选择了直接工作 那干嘛非要给自己这种尴尬的异地局面呢 你们当时怎么商量的呢 主要是刚开始毕业的时候 然后在毕业之前 他说他要考研 我支持他 因为他准备考研的时间比较长 有一年多吧 那个时候还在一起 就是我也在青黄岛 然后他就是每天都学习 然后我早晨的时候 会陪他吃饭呀什么的 然后后来的时候他又觉得 我跟他一起吃饭 或者陪着他一起学习啊 会影响他 刚开始的时候他相当黏我 每天早上的话 我起来之后 就是然后在食堂等他吃饭 然后中午的时候呢 也不想让我回宿舍 然后就陪他一起在学校里闲逛 晚上也是宿舍快关门的时候 然后把他送回去 然后我再回去 基本上就是我一天有空闲时间的话 都要陪着他 后来这不考研嘛 他还像以前那样就是想让我陪他 但是就是之所以考研呢 就是也是因为就是我们的一个双方的家庭问题 因为我俩就是不是一个地方 不在一个城市 但是就是我们双方 你家是哪儿的 我是邯郸 你呢 我是卓州的 我们双方家长呢 都是希望就是我们毕业之后 让我们就是在自己家这边工作发展 因为他是独生女嘛 然后我家也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他们都希望我们在自己家这边发展 但是去他家的话 就是我爸妈不同意嘛 然后他来我家这块嘛 他爸妈也不愿意 然后我就想在北京 然后考个研 然后到时候找一个相对稳定点的工作 如果有了稳定点的工作的话 就是我爸也同意我在外面 就是出于这个目的的话 我才开始考研 这不挺好吗 两个人为了自己的感情努力啊 这是非常好啊 但是没考上呀 没考上 没有人在考啊 谁能保证一年就能考上啊 对啊 所以他没有说再准备二次考研 他而是选择了公务员 他如果考公务员的话 他会就是留在邯郸呀或者什么的 那不离得更远了吗 失守之后为什么不考第二次 你不都规划好未来了吗 因为就是 因为有考研的话要再等一年嘛 你考呗 然后公务员的话就是在考研之前 然后就准备说考一下这个公务员 那你要公务员考不上呢 对啊我也这么想的 他要公务员考不上呢 而且问题又来了 就是都已经要 就是毕业快一年了嘛 我说你要不然你考研可以啊 你找一个工作 从北京找一个工作 然后咱俩还能在一起 你也准备考研 而且还能为你这个生活 提供一点保障对吧 对 这倒挺务实的啊 对啊 因为你已经毕业了 不可能就一直跟家里要钱吧 嗯 我之前也去北京待过一段时间 然后就是找了一个工作 然后就是编工作 然后我回去之后再准备考试 但是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发现就是呃 白天工作完之后 晚上就是就是下班回去之后 基本上就没什么精力 也没什么时间 在准备我这考试了 嗯 然后之前就是考研的时候呢 就是就是他在那那时候还陪我 但是那时候呢就是 我就感觉两个人在一起考研的话 就是特别耽误这个进程 就是接着在北京陪他 就是一起工作 然后再准备考试的话 我感觉就是这样的效率就是不太高 因为我 那你未来的打算是什么呢 呃 我打算就是目前就是先准备 这次公务员考试嘛 嗯 嗯 考完之后最起码我们就是有一个 呃就是我能相相对稳定一点的工作 嗯 到时候我们如果结婚他来我们家这边就是 我们就是能够满足我们就是每个月 基本上一些花销什么的 明白了 嗯 就是最早男生的想法是 既然你们家不同意你来我们家 我们家不同意我去你们家 所以我们俩找一个第三地北京 去的方式是我考研你找工作对吧 对 结果女生找好了工作男生没考上研 对不对 对 现在男生又退一步了说那对不住了 我回我们家邯郸考一个公务员 等我差不多了 你来我们邯郸来是这意思吗 对 那这不是姑娘愿意吗 我愿意啊 但是 愿意愿意没事了 还有一个矛盾就是什么呢 他 他那个没有时间陪我啊 他可以打游戏啊 他每次玩游戏的时候就特别认真 嗯 非要赢不赢就不行 也没有 我就是学一只学累的话 玩游戏 稍微就是给自己放松一下 就是我刚开始一玩的话 他就说我感觉就是呃 自己没有一点自由一样 干什么事情就必须得听他的 就是我的时间安排 也必须是由他由他给我安排 嗯 我要自己规划一下 他总是觉得就是我这样玩游戏不行 你玩游戏 你玩一两句我可以不说你对吧 然后你有一次玩游戏玩到流鼻血 我真是 其实那次是流鼻血的话是个意外 其实那就是那两天上火火比较大 就是然后刚好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流鼻血了 然后他又非说就是我就是玩游戏 玩的时间太长了 整天你在那玩游戏 那我不是担心你吗 但是你自制力也不太强啊 你比如说你吃饭 然后原来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这么胖就是 原来他比我瘦好多 就是在一起之后 我就是比较宠他 他就是 他一直说我胖 然后每次我跟你说 每个女生都爱吃东西 好多女生都喜欢吃零食之类的 就是你在我吃之前 你说我也可以 就是在我吃得正高兴的时候 他就说我让我特别生气 就是我吃得正开心的 然后他就说你别吃了 那我已经吃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我呢 你在之前提醒我不就可以了吗 上次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 他自己就是爱吃嘛 然后我就是吃饭之前 我就说晚上的咱们少吃点 然后呢但是就是他就是吃着吃着 就吃多了 最后呢就是吃完之后 他自己吃吐了 然后然后我就是 然后以后我就是在他吃的最高兴的时候 我感觉那应该吃的就是差不多了 就是说我说你要不咱们就别吃了 不是你确实是把自己撑吐了吗 哎呀这姑娘也是哈 行啊还有别的吗 也可能是我俩脾气可能就是有时候比较像一点 然后我俩就是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的话都可能要吵一下 你们俩也不在一起拿什么吵电话 对那时候就是打的挺晚了 然后那时候就是白天没时间 然后晚上回去说他打电话 然后打到那种10点多11点那时候吧 然后我就是因为也是在床上躺着打嘛 打打着我就比较累了 然后我就睡着了 然后他就就就生气了 就说我就是竟然就是睡着之前没跟他说一声 然后我说那我睡着之前 我怎么跟你说我 我说我要睡着了 然后怎么可能一秒之间然后睡着了就 嗯今天你来这到底要干嘛 明确一下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你想分手 嗯 为什么呢 累 他挺让人省心的呀 他现在从这儿这么能说 但是在下边的时候吧 就是我俩一吵架 然后呢他就不说话 就是一句话都不说 就是你要跟我吵就是把事情说明白了 然后就没事了呀 然后但是他什么话都不说 就要自己从那生闷气 他知道我生气了 他还就是还那样呆着 他就什么都不干 所以女生是想分手 因为觉得他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善言语 或者说对你不善言语 是吧 对 你怎么判断你们这感情呢 你怎么想 比如说他我睡觉 以那件事为例 就是我每次都给他解释 就是经常解释 我感觉就是都已经解释要烂了都 平常也是就是 每次就是给他解释完之后 还得解释 累了 你也累了 那这段感情你还想要吗 想 女生说我累了 男生说我还想要 但是这个累是真累还是假累 这个男生说的想要是真想要还是假想要 其实也就毕业了一年 异地了一年 分开没有多久 可是就是这段时间 让两个人的感情已经有点摇摇欲坠了 该怎么办呀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 多久老师 你真想分手吗 想 你确定吗 不 你真的没努力 有点 太好了 有点 我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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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说他不嫌你胖 或者是说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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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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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好 他说我们去一个第三方城市 女生去了 他觉得这个男生是可靠的 后来发现我真要靠的时候 这男生把身子抽开了 抽开之后跟你说 不行啊 这事我做不到啊 来 到我们家来 女生做第二次让步 比如说行啊 我跟你回家 因为我爱你 可是女生到这个时候发现 男生第二次又开始抽开身体了 男生说 别靠着我啊 这个靠是心理上的依赖和依靠 是说你能对我好点吗 我都为你做了这些东西努力和付出了 你能对我好点吗 男生说 不能 我玩游戏 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累 你也觉得累 但是我觉得看清楚了 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有些感情没有对错 没有谁的付出多 谁的付出少 都在付出 有些就是无疾而终 当他要无疾而终的时候 也不要浪费那么多的资源 说我们一定要守着他 守什么呢 来 接下来一起进真情60秒 我以后会改 我知道我以前 就是没有特别在乎你 我也一直没有站在你的角度 考虑过问题 总是我特别刺激 总是感觉 我的事情就是最大的 有时候我也特别降 我感觉 我坚持的就必须要坚持 就是你必须得为了我的坚持而改变 但是我感觉 我们还是有一些感情 在感觉就是生活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是从来都没有 没有想到过要分开 就是我感觉 我以后 会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你可以依靠的墙 时间到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男生表白都用了一个词 咱都没把那个词说出来 今天 对吧 来 请关门 他说我有时候比较自私 你真的回头看这段感情 男生确实把我放得还挺大的 但是呢 他们自己的选择嘛 最后这对恋人的选择 是继续呢 还是分开呢 请开门 来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时光 各位请见证 在爱里等着你 来 请亮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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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对人家姑娘能做到吗 哎 回去吧 回去吧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遇上确定月期 那场幸福距离 来 填满你回忆 祝他们幸福吧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有网友提问说 我刚刚跟他在一起 谈恋爱的时候呢 我是想跟他过一辈子的 就让他跟他的家里说了 可他家里人连我见都没见过 就把我给否决了 非让他们的女儿找他们家 附近的 都说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 真的是这样的吗 告诉你的确 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 可是如果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呢 一定会跨越这道鸿沟 或者换言之 你们能不能跨越这道鸿沟 就看你们的信心是否坚定 祝你们幸福 感谢现场一直电视 这些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